如果家里有仓库要出租的民众 可是要注意了 因为有可能呢 你把仓库租给别人签下契约的时候 就等于是签下了这个卖生器 在钢雄呢 就有不法集团他们租用仓库 来堆置废弃物履渣 一堆满之后 人就落跑了不见踪影 留下一个烂摊子 让地主来收拾 为什么应该进入野埋场来取得履渣 会到处流窜成为烫手山芋呢 到底政府的管理机制出了什么问题 是这个 已经把我放到厅 我就一跳去四五花了 我没法度 你把我看起来 我记者是这个就走不了 所以说拜托 我快把我们帮忙处理你也好吗 拜托拜托拜托 不想的社会是这么黑暗啊 他们一两个月就可以把你们全家害死了啊 如果叫我们亲的话我们真的全家都去死了啊 我本来七十公斤 自我们的老婆都要穿六十公斤 大家就跟我们老婆都 晚上都都难不靠 说想要钓 你要跳下去呢 我没台没钱 我们发生这个 那整个窃益都没有了 走进闲置三年长满杂草的仓库 原本紧闭的铁卷门打开后 刺鼻的味道马上窜出 即使戴上口罩也挡不住 这个是铝渣 那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就闻到非常浓厚的那个阿摩尼亚味道 因为这个铝渣预水以后 会产生甲烷跟氨气 那氨气就是 我们现在闻到非常呛鼻的这些味道 那这个氨气如果你闻久的话 其实会伤害你的支气管 或者你的呼吸系统 那更严重的时候其实会损伤到你的汇部 如果你长期一直吸的话会损伤你的汇部 除了满屋子的太空包 在地底下还不知道埋了多少 地主简先生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将仓库出租想赚个租金 却惹来大麻烦 不法集团把它拿来堆制铝渣 堆满之后就消失匿迹 简先生是第一位受害者 陆续还有五位地主蒙受其害 他跟我签约的时候是说要做有机肥料 我也在我们高雄的地方返营 旁边那些民间公正人防疫凤压签约 签约时都有时候要做有机肥料 他跟他说要放铁材 他跟他做的时候 他跟他说要放铁材 你说他跟他做的人是 人头 人头 简先生与行政部门互动最多 感触也最深 2008年1月底 附近居民向高雄县环保局检举 仓库里堆置废弃物并传出臭味 环保局到现场击查后 因大门深锁而折返 连地主也不得其门而入 检先生越来越不安 于是求助于环保局和环保警察 但并没有下文 屡渣恶臭问题越来越严重 冷了快五个月 民众不满的情绪终于爆发 环保单位和警察于是强制破门检查 今天真的独死了 我们要不要准备收你 这问题是 这个人不来准备收你 男人不来准备要 要吃掉 鱼服不来好 真的没有 你们要十分准备了 并正真是 要做这个 估计 要背后 履扎臭味导致民怨沸腾 承租仓库的张氏兄弟又不道案说明 姐先生成了环保局眼中贪图租金所得 不去了解承租人承租墓地的同案关系人 依照废亲法第71条 土地所有人有容许或重大过失 要求他三天内限期清除 否则就由环保局代为清除 费用估计3600万 地主所提供的联络的方式 联络的电话 我们打电话去找 其实没有办法找得到 所谓的这个亲缘者 一个是被堆了这么多的东西 那我们必须要请地主 就针对他管理这个土地的责任 必须负其他原来地主的责任 一个七十几岁的怎么知道这是废气物 那环保局每天都在处理废气物 汇铝渣 稍微有一些尝试的 环保有一些尝试 他们就可以闻得到 何况是稽查员 每天都在稽查这个东西的 我感觉强烈怀疑 他们是跟 至少是说带户指手师应该会有 那我觉得这个对地主是非常不公平的 你要叫那个地主做矩阵 或者是做监控 其实第一个是专业能力不足 第二个是 我已经承租出去的 这是承租人所患的过错 怎么会变成那个地主要承担一切 那为什么不追究 环保署跟环保局 这些公务人员的责任呢 不能说因为就是说 今天地主跟所谓的这个行为者 或者讲的明白一点 地主好像是地主被骗了 被骗了之后就请那个公家机关 你必须要付起 就是说你被骗了这个责任 我倒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所可以去做讨论的 电铝业产生的铝渣 要交给合法的待清楚业者处理 电铝业者必须上网向环保局申报 并填写三连单交代流向 如果在场内暂存 也要上网向环保局申报数量 但为什么铝渣还会到处流窜 我们同仁当然到各个厂区都会去了解 它的暂存量跟它的一个申报量 到底有没有符合 到底有没有符合的这种情形 可是就是说今天在过去的 像过去的高雄县有这么多的工厂 有这么多的工厂 并不是特别针对铝渣 铝渣会去做一个专案性的查核 97年那时候并没有说有发现过 铝渣有一些暂存跟实际量有不符的一个状况 是后来整个一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才针对铝渣才去做一个整个查核 像这样子 这六家在半年内被工厂被堆制了 大概将近六千个太空包 五千七百个太空包 那这么大的量告诉我们说 政府在源头管制这一部分是失控的 那业者可能也是以多报勺 那有些都就流落到我们的环境里面 黑暗中露出曙光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破获 向地主租用仓库的嫌犯张氏兄弟 对22家恋女业者低价招染 这些业者委托 辉华 清阴烈 这个大概平均 大概一个太空包大概800到1200 可是他这个如果到掩埋厂 至少要五千块 一个太空包至少要五千块 那这个业者当然就省下很多钱了 然后这些不华业者 只付给他们一个月的租金 五万块 然后就埋了将近三千个太空包 那业者就也是暴力 我今天安慰就是检察官起诉书 跟检察院的调查报告 就证文 跟4月内会 跟这顶事 都说我发现 不出情的被害人 也不必 作为经验法座 也不必去行作 不过行作要买它 它会去乌安的 我才留案 它会比较痛苦 屡扎案意外扯出案外案 检察官调查发现 高雄县环保局的公务员 与布法集团有勾结 起诉书里面写是说 他们有公务员设案其中 因为他提供这些 法律废弃物清除法的一些 法律执行 他教他们怎么用 怎么用 怎么用 这个在检察官起诉里面有写 包括检察官约证文里面都有写 当然检察官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针对这个同仁也起诉了 也起诉了 那整个一个案件 整个案件后来包含在地方法院 以及高等法院 那最后法院都判决 都是那个犯罪是不成立 也就是最后是无罪定验 那针对就是说 他搭了这一个不法集团 这个人事的这个车子 到现场去了这个提醒 我们也对他做行政惩处 三年了 旅渣还是堆在仓库 对地主而言 这是莫大的压力 三年来每到台风季节 我们厂房一定都会受损 环保局就马上联络我们 叫我们要修复 怕这个味道跑出去危害邻居 可是我们要花钱请人家来修理 人家都不要 所以一靠近来这边 就被这个阿摩尼亚的味道呛昏了 所以我们真的 不晓得要怎么办 一方面政府要叫我们施压 我们要请不到工人来修理 六位地主中 只有蔡先生的仓库是空的 去年9月19日 高雄大淹水 仓库也溅水 女家飘出阵阵恶臭 引发邻里反弹 蔡先生不得不花140万元清除 其中110万还是向朋友借贷 这边怎么选 那这边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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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是 这烦恶就是这里 在这里就是说 你这个冠军你也爱选人 那人问得知道会贴良人 那刚才都是事 很厉害的就对了 制造的问题要自己来解决 要尽到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处理越好 越快处理 那几十年了 要再进来 要再偏离 对啊 政府还不插 这八成要死死的 没关系 那这冠军就完了 黄保局也跟我们讲说 现在在法院审理 没有办法做什么 业者又不认账 其实政府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政府 为什么 就等法院来就好了 你行政部门做什么 环保局认定 22家业者以及张氏兄弟 必须负起清除的责任 张氏兄弟的财产已经被查扣 22家业者中 有部分业者愿意清除 但实际的数量 可能比业者承认的还要多 其他的多 就是在他承认的以外的部分 我们会 我们第一优先会请这22家 按照比例 把他清除掉 这些厂商他不愿意的话 不愿意的话 他当然后面就必须进行到 相关的一个 一个行政的一个司法 上面的一个诉讼 那我们市府也不排除 会用带旅行的方式 先把多的 就是所谓的多的这个部分 把它清除掉 这个案子 似乎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但环保单位 如果没有对铝渣的产量 和流向控管好 还会有多少仓库地主 融为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你们一定要想 先想好了再去采 他是有生命的 我们要跟他互相的交流 说对不起 借我一个例子 不是啦 你说对不起 谢谢你啦 谢谢你 谢谢你 感恩 让我使用你